上回讲到 包公主牧两个知道这家是谋人寺 就想走人 谁知包卿出一看 大门已经用锁锁住 哎呀死了死了这回无路可走 那个包卿吓得面都青了 走进来怕说话都不会说 公主呀大门锁住了怎么办 包公说就身陷险地 这种是定得下来 坐床边就没出声 包卿就更加急了 公主呀不如这样 等小人将桌椅搬出外面 公主你爬上围场 快点跳墙逃生 等小人在那儿 顶着当如果和尚捉来 我跟他拼命拖延时间 公主你快点走 包公人拧着拧着 不行不行 我自小不会爬墙的 墙墙这么高 这样跳下去就要不死 你跌跛脚了 包卿 你伸手敏捷 都说你立刻爬墙逃走 你走掉你就回去 报个信给我大哥知道 让他们来为我报仇 哎呀公主那怎么行 不行的不行的 小人死都不离开公主 要死就两个死在一起了 包公就叹了口气 好 那我们主缚以忍 就死在一处在了 这回两人都判死了 包公乃一届书生 打也不跟人一打的 搭了张椅坐正在房中间 包卿呢 手腾脚震 想说在房车找一支棍都找不到 忙乱中呢 一手就拉起一张椅子 躲在门口旁边 公主呀公主 你不用怕的 你不用怕的 我躲在这里 入一个我就拼拼他一个 那时候已经深夜了 方交野俩静英英的 只听得风声震震 树叶时时煞煞响 远处存来几声浪耗 包公虽得坐在椅上面 强作真定 这的心就禁不住 勃勃跳 那个包卿更加惊得 连透气都透不了 都未曾跟人交手 已经全身冷汗 三都湿得淋 等了一阵 还没有动静 突然间 听到滴答滴答 轻轻的脚步声 又软而紧 一直来到房门的门口 又听到有人轻轻的叫门 到门都未曾开 啼啼的声 一张灯飞出来 跟着 哎呀 一个就躲在地上 包公就看 原来那个包卿呢 就怕得发了毛 听见门外有人叫门 没有你三七二十一 一张灯就砍下来 谁知心惊得 就是 张灯就飞了去自己 整个都在地上 哎呀 那是难怪他的 这个包卿 虽然一片中心 只没见过世面 有什么办法不害怕 包公就快点过来 想扶他起身 突然间听了 咛响的声 那道门 整道门 拖了出来 跟着一个黑影跳进来 爆兴的人呢 已经怕得 眉上双眼 双手 掩着头 不敢看 包公到底是 有胆量之人 他抬头一望 哦 原来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今天 在饭店相识 那个南俠展昭 包公忽然醒悟 怪不得他说 今晚又有夏文了 原来是他 嘿嘿各位 今天啊 在饭店 那位老和尚呢 本来呢 就是这间和尚寺的 只因个法本 发明两个 将师傅杀了 两个就霸佔了寺院 奸淫妇女抢劫行人 无恶不作 那个老和尚 又不抵得颈 要为他主持 报仇 在衙门告状 谁知 发明发海两个手上 有银两 那当然有了 抢回来的 他们 他两个就买通官府 硬硬说老和尚 诬告好人 重打二十大板 赶出和尚旨 那个老和尚 真的有冤 无路数 就躲在树林里 想吊颈自尽 隐眼就撞到南俠 展昭 就救了他 文清原有 就叫老和尚 在饭店等候 展昭呢 就暗中查房 果然熟实了 然后就回到饭店 送了定银两给老和尚 叫他回乡另谋生路 那么饭店呢 就撞见包公主 与木两人 聊了一会儿 展昭翻翻客棧 又吃到初更时分 就换了套夜行衣服 飞蟬走壁 就来到金龙寺 刚刚进到后面蟬放 就见到法管 法明两个和尚 左拥右抱 与几个女子 喝酒作乐 又听到个法管说 云藏照远我书生 等到三更时候才动手都未迟 嘿 等他长多两个时辰命 我们喝够了 南俠展昭一听 哦 你两个这么好心 等他书生长多两个时辰命 等你玩够才杀人 好 我亦等你喝完几杯酒 我先去救人 然后翻转头 刚才送你两个上西天 故此呢 展昭就先到云塘小院 刚刚想开门 就听见里面 凌凌一声 包卿就躲下了地 展昭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一脚就踢开门 才知道原来和想要杀的书生 就是包公主博 展昭就快点上线 说话都不讲句 一手拖着包公 一手就拉着包兄 就走到后面围场 只见展昭飞身一跳 已经站在围场顶上 他就打开个白宝囊 淋了条绳下来 一砍就砍下来给包公 包公就绑在腰间 但展昭就习起马步 轻轻一拉就将包公 吊上围场顶 展昭就细声对包公说 你一下边 稍微等一等一等 等我救了你的管家出来 你两个就快快离开此地 你到下面立刻松一条绳出来给我 说完呢 就用绳将包公 扔出围场外面 包公就快点松一条绳出来 展昭呢 又将包兄救了出去 然后他在围场上面 小小声说了他 两个言轻珍重后会有期 只见他身形一闪 就无影无踪 包公和包兄两个 撿回条命 哎呀 不问方向东南西北 不管道路高低不平 连爬带滚 一口气 就扔了两个时辰 见到前面有座村庄 微微有灯光闪闪 包兄一年头几口大气 哎呀公子呀 哎呀得够了得够了 我现在都不会动了 暂时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天光线起行 村口有间茅屋 包兄就上前敲门 有个百亿工出来开门 包兄就说 因为他不赶路 微天光就出门 谁知走错路 想求老人家方便方便 等我们公子头一头 一天光就起程了 那个百亿工 看到包公是书生打扮 又带着个书筒 身上又没有行李 以为是附近的乡亲 就开门请他们两个进去 只见里面凶狂狂 他是连椅子都没有多张的 中间摆着个大石墨 还有几个水筒 还有一些弄豆腐的价衣 那不用问了 这家豆腐店 原来那个百亿工 姓孟 失下无儿无女 只剩下他两夫妇 就靠卖豆腐为生 包兄就求老人家 拿杯热水给包公喝 那个百亿工就说 打打打 受得那么客气 我这家豆腐店 我的豆漿又漂亮又新鲜 你两位坐一坐 我拿些给你们喝 这位热心的老人家 你入房 拿了一张椅子出来 这张椅子 四只脚已经不见了一只 要放几个砖头才能坐 那个老伯就请包公坐 又入里面拿一只蜡烛出来 点着放在桌上 包公一看就觉得奇怪 哇 我这只蜡烛有手臂那么粗的 这个老人家这么穷 椅子也没张 为什么捐有这么矜贵的蜡烛呢 再看一看 原来那些蜡烛是绿色的 上面写着明露两个字 是人家吊丧拜祭用的 那个老伯扔回来 不舍得用 留有贵客来才能碰 那个老伯就拔了两碗豆浆来 啊 香噴噴热辣辣 包公两个人这回死女逃生 惊了一晚又累又饿 一碗豆浆 真是胜过瓶张肉液 两个人就一饮二准 肚里面有点多暖气 整个人就精神晒 那个老伯见到他们两个这么喜欢吃 又拔多两碗出来 主木二人呢 又一口气喝了 这么一夜惊慌 现在呢 心神才定得回来 包兄就问这个老伯 三元镇有多远啊 哦 三元镇 哎 快点快点 那前面一条大路 走十几里路就到了 包公听到这么个心中观起 正在谈着闲闲闲 突然间 看到东南面一片红光 火光冲天 包公就问了 老伯 哪里火热这么大火呢 那边没住家的 只有一间金龙寺 什么 金龙寺 哎 你两位又怕不知道这么多东西了 那间金龙寺那两个和尚 发本发明都不是好人来的 他逼死师傅 由勾结官差横行霸道 转满是奸污梁家妇女 谋财害命的 这回啊 金龙寺火热 哎 报应啊 报应啊 最好啊 就连那两个恶人都烧死了他 包公心中明白 嗯 一定是各位英雄展昭的所为了 三人谈谈谈谈谈 只听了鸡鸣茅店 吹客喜情 就快天光啊 包公就准备离开 真是难得这位穷夫的善心人 包公就想拿银两来囚借他 只摸个袋 啊 死了死了 刚才仓皇逃命 衣服马匹 银两通通掉了金龙纸 现在身无分吻 包公就只好对老伯说 多谢老人家 日后我再来囚借老人家 那个老伯 咋咋声笑 哎哎呀 真的你说什么说话 你啊 些小意思而已 有碗豆浆 说什么报答啊 哈哈哈哈 老伯一直送包公主 木两个出到村口 还带着他们穿过树栏 再三指明道路 然后才翻车 包公心中十分感激 一路走一路想到 人世间真是一样米一样百样人 中间善恶什么人都有 有奸险毒辣 杀人不斩眼的恶人 亦有忠肝义胆 亦有忠肝义胆 制约乎危的英雄合客 有一无不得的孤寒财主 亦有热血深墙 落于助人的贫苦穷人 一凡之恩物望 将来一定要好好报答 这位好心的老伯 那么包公主木两个 顺着大路就走去三元镇 至今呢 既无行李马匹 又身无分文 人生路不熟 道路遥远 何时才走得到京城 包公就心烦意乱 就起眉头举步有如千斤重 走得不够几里路 已经摇摇呆呆 一眉在住透大气 包兄见到这样 就怕着公子顶不顺 会整个垂在路上 这样就更加难搞了 有什么办法开解他呢 想来想去 嘿 有了有了 我有办法 实行哄他 哄他开心就可以了 包兄行了几步 不如一拍大地 哎呀哎呀 公子呀公子 哎呀我真是猛了 我真是猛了 哎呀我都不记得了 原来在三元镇 我有个堂口库在那 哎呀去到那里就妥了 我问他借银两 借什么雷仔给公子骑 哎呀我又走得快的 我跟着尾 嘿不用半个月了 我包你到京城的了 包公听到这么多 心中观起 哦 那也好啊 不过 哎呀要你走的 太难为你啊 我 哎呀 哎呀公子呀 一个人呢 就要随遇而安 骂死落地走的了 我啊 嘿 爬山就当看风景 嘿 行路就当油花街 眨眼就过日了 包公听完就啪啪声笑 这个包兄 虽然只是个书筒 知他讲出的确是智利 一个人呢 最重要是能上能落 随遇而安 这样就小却几多烦恼了 包公主目两个 又讲有笑 不知不觉的 到达三元镇了 那时候呢 已经日过中天了 两个人又饿又累 哈哈 意价爆兴 就知惊了 刚才是车大炮了 说有唐舅舅在那 一来就有银两借的了 哈哈 哪里有什么舅舅啊 他舅舅都没出世了 那现在怎么算好呢 哈 没办法啦 不理得那么多的了 事急马行田 先去找点东西给公主吃先啦 包兄就想着 最多我就脱下衣服来 当他顶着当去 见步行步去呢 两个人就来到三元镇 只见大家上人烟囚物 街市繁华 茶楼酒馆 整辣都是的 包兄啊 看都不敢看多眼啊 急急走过去呢 让他找到一间二厘馆 这间饭馆呢 就专卖便宜菜的了 啊 还有个二楼角仔的嘛 包兄就大包工进去 上二楼的角仔里呢 就找那位坐下来 叫了两尾最便宜的菜 那时候肚饿的嘛 还管得那么多啊 你的菜好不好吗 两个人三爬两缺就吃饱了 包兄就说 公主啊 你坐下来 我去找个唐舅舅舅借银来 说完呢 轻转身就跌下楼了 嘿嘿 找舅舅啊 就算是找当铺啊 他想脱下这套衣服 当他几两银来 顶当的嘛 谁知行云整条街 只得一间当铺 片片这间当铺 就银根短缺 只有熟关的东西就行 拿去当就没交易了 哈 死了死了 这回就死了 公主就在饭铺里等着的嘛 衣服当不了 卖又卖不卖 那就连饭钱都没得给 啊 到时被人打身子 那时候包兄就急得 斗这么大的汗标出来 不然又见到街边 围着一堆人在那儿 包兄就走过去看看了嘛 只见地下铺了一张纸 上边写着 高白四方人人君子 今有隐日穿李老大人宅内 小者被妖精为主 如有能治邪俗妖者 借文银三百两 决不食言 仅此高白 包兄就想 我现在已经走投无脑 嘿 不如拼下彩素了 如果治到妖怪 就找回不路辉 一路上京城就不用挨苦了 就算治不到 就问他两天饭吃都好啊 包兄就问了嘛 这张高白是哪位写的啊 有个人就走出来说 是我们李大人出的 喂喂 你问他干什么啊 你是不是想帮我们李宅除妖啊 我 是的 我就没这本事 那 我跟随我们的相公路过此地 我 Lou 我们相公是出名的大法师来的 嘿嘿 他是法力无边神通廣大 航魔族妖 都是尋尚事 我亲眼见他 施展发力 什么古灵精怪 邪魔妖孽 都没办法走得掉 那个人一听就说 我是你宅的管家 叫做李宝 多烦你 快点带我去见你那位大法师 行行行 我们大法师 现在要起程赶上去京城会朋友 我怕他不肯答应 还有我们大法师脾气很古板 轻而不肯出头露面 你如果要求他续绕 他一定说我不会 你问多两问 他会发火 你见他发怒 那你就越加要诚心来求他 他就是这样特意试探你 是否真心诚意 如果你真的想求我们大法师 那你要想过 你要下苦心去求才行 那管家就越听越似 那是是有神通有法力的人 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请的 你那位大法师现在在哪里 他就在附近而已 我带你去 管家就收起告白 就跟着包卿去 那街上看热闹的人呢 听过有位大法师神通 广大法力无边 要去隐日村 李大人家 徐妖精 整班人就跟着尾 想看东西 爆兴就带着整班人 来到那间饭馆 然后他就对众人说 各位乡亲 一会儿 如果我那位大法师 不肯答应要走呢 各位乡亲 你帮我手下 你拦住他 不要让他走 那个管家李保 给他打工作 对了对了 各位高伦 多烦大家多多帮忙 整班人就来到饭馆 把门口围到水泄不通 爆兴又对管家李保 说 喂喂 你先去找数 哎 不一会儿又拖延时间 我管家一年举他 我去找数 那么饭馆的掌柜 就认得李大人 集中的管家李保 就快点上前招呼 李保就吩咐 将两位上工吃了饭的数 寄在李家的帐上 那么难得李大人管家光顾 小小店铺头的掌柜 当然十分高兴了 一年说了几句多谢 爆兴又对李保说 喂喂喂 一会儿 如果你一听到我连气咳嗽 你就立即上楼来扣头来问一下 然后包兄就上楼了 现在就再说包公了 只要他一个人留在那里等包兄 包兄不来就没钱找数的嘛 饭已经吃完这么久了嘛 那伙计在面前走来走去 包公越等越惊 咦 包兄去这么久了 莫非他亲戚不肯借钱 哎呀 我都没听过包兄有什么唐寇虎的 那难道他见到我行李银两没了 私自逃走 嗯 哎呀 不会的不会的 哎 当然他年幼无知行错路的 包公正在朝急 包兄笑口 细细想都来了 今天包兄怎么去请包公来冒充大法师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定下回分解了 上回说到 包兄笑口细细上楼找包公 包公已经等到心烦了 一见就追问他 哎呀 怎么你这么久了 包兄就走到面前细细声说 公子呀 我找不到舅舅 不过我找到一条好门路啊 接着呢 包兄就将隐日村李大人家里 李小姐被妖精围住 请人续绕 酬金三百两的事说出来 包公一听 什么话 叫我无冲法师去握银两了 栖油此理 简直是有失私文 你这个狗奴才 你狗胆 你 包兄一听不对好 嘳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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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叫李寶,逢主母之命来供请法师救小姐 刚才听大法师的徒弟说 大法师法力无边神通广大 专逐妖魔邪恶的曼王法师大法慈悲答救我家小姐 说完就一比一叩叩头 包公急到宁头兼甲摆手 你千万别听包兄胡言乱语 我不会逐妖精 包兄在旁边眨眨眨眼 你一看就更加热力抓住 抓得并不起来 哎呀,大了都几乎碰倒 包兄在旁边加油加草 是不是?我也说得 animals 我的大法师不过容易指甲 包公顾大眼望着包兄 哎呀,你这个狗奴才,你还在胡言乱语,你想死啊,你啊 那个管家见到包公指责包兄,叩头就叩得更响 包公对管家说,你快点起床啊,起床起床 你千万别听包兄乱说,我都说我不会捉妖怪的了 我立刻要起程的了 李宝听到包公说要走,更加心急,大法师啊,大法师,你不能走啊 小人已经哀求众位乡亲,在楼下帮小人拦阻住 大法师,你怎么都不能走啊 再说,人人都知道大法师你神通广大 如果大法师走了,小人回到李大人那里,一定被大人责怪 哎呀,如果连这份差事都没了,裘大法师你开恩解救了 包公现在真是容易得打包兄两巴掌 只想到,看这样想脱身也挺难的嘛 何况世间哪里有什么鬼怪邪魔的 无非是自己吓自己的呢 我以精神邪 不如就跟他回去看看,再作脱身之计呢 包公就对李宝说 我确实是不会捉妖怪的 不过我也不信邪 好吧,那我跟你回去看看吧 李宝听闻,包公答应是门心判起 一年扣了三个响头,然后请包公下楼 包公下楼下,哇,门口已经人山人海 当然啦,小小地方 听说是有位大法师来逐妖怪的 一下子就轰动整个三元阵 那些人是拖男带女,扶老企有 要来看看大法师是怎样的 那个李宝就请大家让条路给大法师走 那众人让开条路 包公那时,已经世成骑虎 就只好定一定神,跟着李宝走出去 只听得两边的人群议论纷纷 哇,这个法师真是威风啊 你看他,相貌堂堂 神态庄重,哎呀 怪不得法力这么大呢 有些又说,哇,哎呀,喂,喂 看这个人在外面好像默衍那么黑的 看上去就得人害怕啊 怪不得那些妖精那么怕他呢 哎呀,只看他的样子就像个大法师那样了 有些好事之徒还跟着美 一直去到隐日村 看看这位大法师怎么做妖精 原来呢 隐日村那位李大人不是别国 那是当年朝廷的一品大官 离暴天官李文叶 他告老还乡就住在这里 隐日村的名字是他自己安的 无非是退归临下 远备官场逍遥到晚年 那样的意思而已 李文叶这个夫人是张氏 两夫妻失下无疑 只生了一位小姐 哈,无端百事 有人在后巴院行游 突然中了邪 不思茶饭 整日痴痴呆呆两眼望天 连父母都不认得啊 那本来呢 李大人就不打算张扬出去 只怪老夫人爱女心切 见到女性就不舍得啊 就吩咐管家李寶 去张贴告白 请法师来捉摇辟邪 那李大人见到夫人执意去做 也都没办法拦阻了 无可奈何止我饮她是啦 那一天 李大人正是和夫人在书房 谈着小姐的病 管家李寶就进来品报了 说请到个大法师来 发力无边的 是个少年书生 好有学问的 李大人听到这么说的心就想 既然是读书之人 读圣言书 应该明白事理 谁都会相信这些疑端邪说 说什么俱咬辟邪 分明是右育斯文 是骄骗钱财的 好 等我出去教训他 看他让什么面子在骗人 李大人就吩咐管家 请大法师入书房 李寶就将包公主 补补两个带入书房 奉上香茶 没奈 李大人来了 包公一看 只见这位李大人满头白发 五楼墙桑飘撒空前 神态庄重 上貌磁场 包公就连忙起身 不放不忘 双手抱拳作一 大人在上 万生败一 李大人 是京城的风云人物 见过大世面 一见到包公 这个年轻气度不凡 相貌出众 心中有点奇怪 这个大法师 与众不同 看他的样子 又不似出来招摇撞骗的江湖术士 李大人连忙还礼 请包公坐 接着就问包公的姓名 是哪个人 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包公就老老实实 将上经考试 半路在和尚子御劫 一五一十就说出来 李大人一听 原来是个落难书生 只看他语言直爽 毫无隐瞒 确实是个中直诚实之人 不过又不知道学问如何呢 李大人有意考包公 谁知那位包公对答如流学问冤博 但连当今名誉学者也没有来及得他 李大人就十分欢喜 啊 这个年轻这么有学问 看他样子就生得气愚牵黄 将来前程不可限量 谈了一阵 李大人就吩咐李宝 留包公住在书房 要好好服侍他 不可态慢 那么李大人留着包公在那里 是敬重他有才华 同情他的遭遇 并没有当他是大法师 故知组绕的事就一字不体 这老夫人就不是这样想法了 他一心就请大法师回来 组绕精救个女儿的嘛 现在听说李大人留着包公在那里 住 老夫人就十分欢喜了 哎呀 还怕他不喜欢 原来他都看得出这个大法师 法力无边了 留他在那里住 老夫人就立刻吩咐家人 把小姐搬进自己的房间住 执拾好小姐闺房 要请大法师 今晚进小姐的房子 组绕精 那位管家李宝呢 就立刻找包兄来问了 大法师今晚组绕 要准备些什么的 包兄那时已经横下一条心了 现在已经将包公冒充做大法师了 想不认都不行了 嘿呀 这里吃好住好 不如就实行压到底 我看包公子上茂堂堂一身正起 就算组不到妖精都不会被妖精吃了 见得步下步运日得日起了 那包兄呢 他听到管家这么问 要准备些什么 他就顺口开河 照着去年小时听故事说的组绕精的陈切 他就吩咐李宝 要准备四张桌 一张太司椅 桌上要摆着香炉 要点蜡烛 要一把宝剑 还要黄指珠沙 一支新的大毛笔 要等到大法师养足精神 宜耕时分就开弹组绕了 过了一瞬间 管家李宝就来报一切都准备妥当了 包兄呢 还装模作样 要趁着去小姐归房 看看报纸得怎么样 一入到小姐归房 只闻得休香阵阵 房间报纸得十分清雅的 包兄又吩咐 把两张桌子拍在一起 在上面再放一张桌子 用布铺 那就当做驱魔法坛 后面又摆一张桌子 桌上就摆一张太司椅 包兄就把宝剑珠沙王子毛笔 放在前面高台上 一切都布置得似无似样 包兄就吩咐李宝 那你在外面等候一下 那时候已经是初更时分了 包兄就回到书房 请包公了 谁知这个包公 昨晚和尚指御劫 已经整晚没睡 根皮力卷了 今天走了半日路 十分努力 一吃完饭 坐在书桌旁边 想休息一下 说得没那么快 就在书桌上睡着了 包兄进来一看 哎呀 包公子真是比我还要 吃饱就睡 那你整蛊整怪 都要装个样子 包兄就走到书桌旁边 小小声叫他 包公子呀 包公子 包公随眼懵松 打了他哭了 哎呀 你来呀 哎呀 和我倒睡觉了 公子 现在这么早你就想睡觉了 我们来捉妖精的 包公一听就火了 哎呀 一日都是你这奴才 做完这些事来害我 我哪里会捉妖精的 哎呀 公子 你别发火了 你都不想想的 衣物 钱 马匹都没了 你由人家生疏 我 我不知花多少心机才想到这条 想法 现在公子你住的是高楼大厦 睡的是高床远枕 吃的是山珍海味 喝的是陈年绍酒 吃好 吃好 住好 俗语都说了 无功受禄 寻食不安 那人家一番好意 难道公子真是知知不理吗 那你过不过得意呢 包公听到这么说 一时无言可答 包兄又说 公子 不如去那边小姐闺房看一看 哎呀 照我说 公子一身正气 什么妖魔都害怕了 到时啊 或者赶走了妖怪 那就两全其美了 那个包公 本来就不信有什么妖魔邪恶的 听到这么说 也有些道理 就叹了口气 哎呀 总之 都是你害了我 接着包公就站起身 包兄就立即点着灯笼 一出房门呢 管家李宝已经在这儿等候着了 李宝就拿着灯笼带路 一直去到小姐的闺房 只见里面灯笼辉煌 搭着个高台 哈哈 摆设得像模像样啊 包公一看就心中好笑 哈哈 想不到包兄这么机灵啊 包兄一看包公的样子 知道包公赞赏自己 哎呀 更加神器啊 他就吩咐管家 喂喂喂 你听着啊 大法师要显神通 施展法力了 你们闲习人等就远远避开啊 特别是女界啊 千万别留在附近啊 到时啊 吓死人是没药衣的啊 管家和那帮家人听到感觉 哇 族妖怪啊 个个鸡的脚走都走不下了 包公呢 就拿了炸香 碾着就插在香炉里 公公敬敬四脚爬爬就跪在地上扣了三个响头 口中念念有词 哈哈 不知道他念南无阿尼陀佛啦 拿来连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 包公见得这么忍住几乎笑出声 那个包公快点打个眼色给包公 公子 你千奇米笑啊 笑真穿布啊 包公连了轮下 就将香炉放在高台上面 他就坐太师椅上 见到台上有朱砂有皇子 咦 那个包公呢 就磨了几下朱砂墨 将那支新笔呢 就填了几下朱砂 然后他就装模作样 想在皇子里呢 随便画几下符来骗人啊 怎知一拿去那支笔呢 就像被人捉住一只手那样 只见皇子上面写着几个字 还皮 倒弹 过去打过去打 跟着啪啪啪 后竟被人掛衣扒 哇 包公就吓得无管都冻了 喂喂喂 不真是有东西到的 他快点在蜡烛里 将那张皇子烧了就爬回来 魂拍都不知道带到哪里 见到包公 还说无道事地端端正正坐在后面 啊 公子命大嘛 妖怪都不敢扮他的嘛 包公就走过去对包公说了 公子 现在轮到你上高台写回几句了 我写完的了 那包公 现在已经被包公推着来走的了 无可奈何 只要坐在一张太司椅上 只见高台上面 有朱砂 有皇子 又有笔 包公就想写几句 无非天地有正气 邪不正正之类的东西 怎知刚刚那几笔 一点朱砂 那只手就好像被人捉了一样身不由己 龙非凤母就写了四句 都未曾看清楚自己写的是什么 就听到有人叫救命啊 跟着门外另想一声 有人捋在地上 包公一手就来台上那支保剑 起身落地打开到房门 只见个管家李宝 吓到面无人色全身打冷阵 发官老爷 吓死我 吓死我 什么事啊 你先定点 发官老爷 刚才 小人刚刚走到门口外面 突然间一道白光 在房里面冲出来 好可怕 包公也觉得奇怪 说了一句 不必京方 你进来坐坐鼎鼎神 先来 包公就和李宝回回房间 咦 不见了包兄啊 刚才明明在那里 难道真的被妖精捉了去 包公和李宝正在消急四处尋找 好 只见那包兄 双手捕头 缩一够整只虾米的东西 藏在那里 那包公又很生气又好笑 就说了一句 包兄出来啦 包兄是听到包公的声音 才爬出来 抬头一望 咦 李宝都在那里 死了死了 这回不是出了丑 这个包兄确实是聪明 啊 他落地也会拿回炸沙的 他起身拍着拍着身上的灰尘 遵你的款对管家李宝说 啊 是不是呢 是不是呢 我早就吩咐你们的嘛 大法师施展法术 不准在附近的嘛 连我跟随法师那么久啊 我都不敢站起身来看啊 我都要躲在床底来避一避 啊 好在大法师法力无边啊 如果不是啊 你今天啊 连命都没有啊 哈哈 包兄一帮大话 真是骗到个李宝一尾鸟头 是啊是啊是啊 不过不关小人事啊 不是小人不听话 你是老爷和老夫人 怕大法师深夜努力 吩咐小人来服侍法师 故事小人就不敢不离啊 好吧 那现在赶走妖怪了 包公就带着包兄 去书房休息嘛 本家李宝呢 就带领家人来执拾房间 来拆个法台 因为呢 看在桌上边有一张王子 就写着几句东西 那李宝呢 你以为是大法师写的震压邪魔的符咒 就连着保剑 连着这张王子 一切带回去就品报给老爷了嘛 大法师呢 大法师已经回书房休息了 现在将保剑和符咒呈上 丫鬆正准备收藏孔 怎么知道李大人呢 听说有符咒 咦 他会画符咒的吗 李大人一心想看下 包公写的到底是什么符咒 就吩咒 吩咒 将保剑收藏好 将符咒拿来看下 只见王子上面端端正正写着四句 被劫山中受大恩 气甚毒饼落泥沉 花园井底将军救 三次相愁好婚恩 李大人呢 虽然是满肚学问 才怎么想法 都没办法想出这四句说话的含义 整晚都分不着 到底这位李大人怎么来开解这四句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停下回分解了 上回讲到 各位李大人 拿起一张王子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四句 被劫山中受大恩 气甚毒饼落泥沉 花园井底将军救 三次相愁好婚恩 李大人 李大人看着一顿想 咦 句句都隐藏了一段事迹 哈哈 哈哈 这位李大人 虽得满肚学问 这也没办法想到 思终 思终 含义 他就立刻吩咐管家李宝 去找个包兄 来打听包公的身世 最紧要问清楚 他成了亲媚 到第二天 哈 各位小姐 一早就来向父母请安 病好回了 李大人夫妻就欢喜了 跟着李宝又来报了 说已经向包兄打听清楚了 那首诗写的呢 都说包公世时遭受过的劫难 好在逢凶化吉 还有啊 包公子 现在还未曾定亲啊 李大人听闻这么说 就立刻和夫人商量 把女儿 许配给包公 咦 各位李大人啊 昨日和包公一见面 就十分钟以包公才华出众 又为人耿直 现在包公还医好了他女儿的病 那就更加想招他做女婿啦 李大人呢 一宿整衣官 就去书房来见包公 管家李宝一进去报 包公就慌忙出门口来迎接 梁家一坐落 李大人就满面笑容说 嘿嘿嘿 这一次小女就全靠延生答狗 一夜之间病好翻了 老夫真是十分感激啊 老夫年老无已只有这个女儿 嘿嘿 老夫就想将这个女儿许配给延生 不知延生衣下如何呢 包公就想不到李大人突然提出婚姻大事的嘛 一时手足无粗 就推唐说婚姻大事呢 要啟稳父母 又要啟稳大哥大嫂 那位李大人看到包公不肯呢 就拿出那张王子出来 哈哈 延生 你自己看看就明白了 嘿嘿 不必退堂咯 包公就拿去昨晚写那张王子一看 哈 当堂黑面变成红面关公 嘿呀 我昨晚身不由己 为什么会写了四句这样的东西呢 自己说要和人家成亲啊 跟着一想 哦 原来世事 曾经在大雷大雨那天 在那间烂庙里撞到个女子 那个一定是狐狸精来的 我用衣服遮着她避了一场劫难 故此她几次来都救我 怪不得那次二嫂送的毒饼 被人一撞就撞到地 那天跌落井 又有个虫镜引路带我出来 这次 又是她解救我贫困 还成就这段恩怨 三次来报恩 那个包兄呢 疑得摸包公就快些答应啦 见到包公拿着将王子定了 是刑不出声 包兄就急到 预头预怒 斩眉斩眼一摺着打手势 叫包公快些答应 李大人见到包公还是沉淫不语 又是开口了 原生 照老夫看来呢 这次就不是什么妖魔作怪 是先人来作洪酿 成就一段好恩怨 唉 你不必诸多顾雷露 包公听闻地说 无可奈何也只好答应了 就两家说定 等到上经考完诗 回乡品告父母兴许之后 然后再来成亲 李大人见到包公答应了 当然十分欢喜啦 一年几句好好好一言为定 老夫就静后戒阴 接着李大人就切烟 未来外父和女婿 谈天说地以古论今 包公才华幻日 言谈得体 喷起到外父大人见眉不见眼 不捨得女婿扯 硬硬留着包公住多三日 天天和包公聊天喝酒 又带包公去拜见未来外母 三日过客啦 李大人就准备好马匹衣服和大批银两 还派过管家李宝 沿途来服侍这位未来女婿 包卿那时就搬你咯 哎呀这回不用怕连吃饭都没钱找数 又多个李宝来服侍主人 包卿又微开眼笑 咯咯还搬这个他自己娶老婆的 哈哈那包公有两个人事口 一路顺风 很快就来到京城 那位李大人呢 以前在京城做过大官的 很多门生故旧 报考的事都不用包公粗心 什么都帮他办妥了 包公就一心在这儿等待考试 那现在又再讲一下 朝廷国政 那个曾宗皇帝 就刚刚死了 就由太子接位 叫做仁宗皇帝 那位刘贵妃 就由皇后变成皇太后 那仁宗皇帝 就立庞氏了皇后 那国怀 就依旧做回皇宫总管都堂 皇后的父亲 叫做庞吉 那这位国长 还加封为太师 谁知这位庞太师 是个十分奸诈之神来的 他就伺着自己的女儿皇后 他说国长身份 就拉拢了一批炊负世之人 结成党与横行霸道 游夏人宗皇帝 年纪世 他就想把持朝政 将朝廷变成庞家天下 好在这个自小受尽磨难的人宗皇帝 为人还算英明 又有先朝元老保育家 那帮正直之神 还照旧公职 所以国长庞太师 虽得野心勃勃 仗未至于 使得宋朝江山变色 今年就会试了 由庞太师做总裁 这个这么贪婪的太师做总裁 那帮认事举止 奔奔的走门路 送钱送礼给太师 报公乃是个正直之人 哪里肯做了这些东西 那日盟的包公如何真才实读 只考中了第二十三名 尊士 汉林就没份了 只说开又说 在那时候 中了尊士就很价勢了 那皇帝就派包公去 奉阳府定远远 做知远 包公就立即执拾行李 离开京城 善犯家乡 拜见父母乞嫂 这一个知远 虽然是七品之麻官 诶 到底是远太野 一个这么偏僻的包家村 出了个远观大老爷 得了的 这回包公 算是依錦还乡 连远城都轰动 包公的父母 现在就千多得万多得 那位宁露先生 那包公回家 又将和隐日村里大人订亲的事品 报给父母和大哥大嫂 一家人更加喜上加喜 包公在家里住了几天 拜祭祭祖宗应酬亲友 就慈别父母兄嫂 和恩师宁露先生 带着包兄和李宝两个 去定远远上任 将近到了 包公又吩咐李宝 压运行李去 包公就随低官服 和包兄两个改装役服 一路私访民情 来到定远远城 主母两个随便 进一间饭馆吃饭 刚刚吃了一半 就见到有人走进来 那个伙计一见到 就立刻上前招呼 骑上钢那么久 都没来光顺啊 请坐请坐 那个人一坐下 那个伙计就拿两壶酒 两只酒杯来放在桌上 那个人就恶然 喂喂喂 我一个人来 你放两个杯两壶酒呢 哈 哎呀小人搞错了 刚才小人好像见到 相公后面还有个人跟一起来 什么 还有个人 对了对了 个人披头散发 我还以为他被人打了 请相公出头帮他 这下子就不见了 嘿嘿 相公不要见怪 小人一时眼花 一时眼花 个人听到个伙计这么说 就整个牛适 六神无主 拿起的酒杯 眼定定 手阵阵 饮了淡酒 动脏细忙 立即就找数 跑掉了 包公心中就奇怪 就问个伙计 这个是什么人 啊他呀 他叫做皮红啊 嘿他名字最容易记的 皮呢就是牛皮的皮 红啊就是狗红的红呢 他在这里啊 贩卖马匹的 嘿人人都识他哦 包公听完就没出声 吃完饭了 包公就吩咐包卿 拿着公文 立即去院衙去报道 那卸任的院官 和三班衙役呢 就联忙出来迎接包公 交代认讯 送救迎身 这些就不在话下了 各位包公一接了人 第一 立即将在压犯人的审讯口供 拿出来仔细查阅 看到其中有件案 就是审称在加南殿 杀死和尚的案 包公就觉得情节可疑 就吩咐立即升堂审问 三班牙役呢 早就听闻 这个大老爷 一路就改装易服私访文情 知道这个大老爷 不是那么好商与好厉害 个个心中害怕 包公一声传唤 个个就战战兢兢分立两旁等候 包公一入座 就拿出禁牌 吩咐 大审清 过了一阵间 堂下就压架着杀人 罪犯审清上堂了 成灵散冷 审清披家 大所来到面前 包公就吩咐 除去刑举 那审清就跪倒堂前 包公仔细一看 这个人不过三十出头 阳子思思文文 不像是个杀人行空之徒 包公就问 甚请 你为何杀人 从实招来 大人啊 冤枉啊 冤枉啊 小人没杀到人啊 小人是探亲回家 谁知那阵天昔太晚 又大雨倾盘 地下泥淋 道路难行 那小人是一向胆小 不敢夜行 就在离远城三里路 那座古庙 暂备风雨 谁知 谁知 第二天光 小人在路上就遇见公差 问小人在哪里来的 小人就说 昨晚在古庙嘉南殿避雨 公差立刻押着小人回到古庙 他有个嘉南殿上 他有个死尸摆在那里 原来和尚被人杀死了 两位警察就说小人身上有血迹 昨晚就在嘉南殿 一定是小人杀死和尚的了 那么就逮捕了小人 打入监仓 小人实在是冤枉的 求青天大老爷救命的 包公听完又问 你离开古庙 人是什么时辰 刚刚天光 但你身上衣服的血迹 又从何而来呢 大人 那不知道 一定是小人 坐在神台下边 血水流出来 弄到衣服里 包公听完就吩咐 将犯人收押回监仓 跟着就传令 被缴外出 包兄就事后包公上缴 骑着马在后面 跟随一帮牙役前后保护 包公就吩咐 打到古庙嘉南殿 包公坐在缴算想 如果是沈青杀的和尚 为什么他衣服的血迹 在背后的呢 应该在前面才对的 再说 杀人的空气 现在还没找到 这件案是有可疑 包公正在沉思 已经来到古庙前 包公就吩咐 整班牙役在门前等候 他只是带着包兄一个人 就进到嘉南殿 只见佛像残缺败坏 两旁配像都已经倒塌 包公呢 就去到佛像背后 上上下下 指指细细看了轮 又在神台前面 左看右看 地上果然还有一片血迹 包公呢 看看看看 忽然间蹲下 在神台旁边 执到一件事 拿手上望一望 就堕了入袋 一言不发 就打道回府 回到书房 刚刚坐落 包兄就来报 说李保已经压运行李来到了 包公就吩咐叫李保 按照行李 跟着呢 就叫包兄 把牙翼斑头传进来 一阵间 牙翼斑头就进来 稳布 小人胡成 拜见老爷 包公就问 胡成 你软城里面 有没有斗牧师傅 稳布老爷 有啊 嗯 你立刻去 将院成 所有的斗牧师傅 跟我找齐他 明天一早 带来我这里 胡成领命 就立刻去办 第二天一早 胡成就进来 稳布 已经找齐斗牧师傅来了 一共有九个师傅 都在外面等候 包公就吩咐包兄 立刻在后花园 准备九张矮矮的桌 九支笔 九个墨烟 九张纸 然后就叫齐斗牧师傅 入花园 包公就说 现在我要做九个花盆架 我要个个都不同样的 那你们每人画一张图 让我看看 哪个款式最好 定有重想 九个斗牧师傅 就每人拿张纸 在矮桌上画 那有些呢 就上大老爷面前演一下东西 鬼那么好心的一朵画 有些呢就没见过官的嘛 整身打冷枕 拿着一笔 半天都不敢落墨 包公呢 亲自坐在旁边来看 播了一阵了 就不理你画好美 通通膠卷 包公就看一张画 就问一个名字 问到有一个叫吴梁 包公就说 好了好了 其他人都可以翻车了 就留吴梁一个在那里 那班斗牧师傅 都个个不奋戏嘛 吴梁手艺平凡都极 吴梁手艺平凡都极 吴梁大老爷 个个都不喜欢 偏偏看中他 真是呀 斗牧师傅走完了 包公就吩咐 大吴梁上堂 左右即刻敲响大鼓 大老爷升堂 包公坐定 一拍京堂木 吴梁你斗胆 你为什么要杀和尚 你从实招来 免受疲辱之苦 那吴梁跪在地下里说 大人 小人一向做木匠为生 素来安分守己 哪里有杀人呀 大人你千万别错怪好人呀 哦 本官早知你的环顾之人 不宜招供 所有 即刻去嘉南殿 将嘉南神 抬到堂上来 哇 包公 审案是审人的呀 这回连嘉南神像都要抬到堂上审啊 审官审菩萨 那他就少见了 哈哈 到底包公怎么审法呢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了 上回说到 包公吩咐 要将嘉南殿的嘉南神传上堂 那帮牙翼呢 那帮牙翼呢 就飞快去到那间 烂庙嘉南殿里面 将个嘉南神像 抬礼 嘉南神呢 是用泥胎木头 弄的神像来的嘛 现在抬来 公堂上厅审 街上的老百姓 一传十传传百 远观审菩萨啊 满城百姓就涌光了衙门外面 只见公堂上 那位包公 离开公座 走下来 对着神像行了个礼 然后呢 就项头项脑 对着嘉南神 好像有着聊天一样 三帮牙翼 看到这样 甚至暗暗好笑 哎呀 就说这个大老爷 十分厉害 明察秋毫的 啊 看他原来有点神神的 哦 爆兴也莫名其妙 啊 上回一半路 他叫他假假扮大法师呢 他说呆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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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死板板 几乎朝波 这回禁山满在公堂上装神扮鬼 只见包公围着神像转了两个圈就坐下 然后对吴梁说 刚才神圣讲我知 你那晚行空之时 已经在神圣背后留下记忆 人海 拉去对手印 左右就将吴梁带去神像背后 只见嘉南神肩膀下 有左手的手印 是妈指的 六只手指的 吴梁一看当堂魂飞胆裂 他左手也是妈指的 亦是六只手指的 那些牙翼就拉着吴梁 将他左手去对手印 果然丝毫不差 整班牙翼个个伏了 哎呀 这位大老爷真是神仙来的 啊 他怎么会估到是吴梁呢 原来有什么神灵都是假的 包公那天亲自去嘉南殿检查现场 看到嘉南神背后有个手印 是六只手指的 后来呢 他不是蹲下收拾东西的 原来他收拾了个蜜豆 蜜豆就是斗木师傅用来凉木的嘛 包公心中明白 凉手就是一个左手有六只手指的斗木师傅 故此就召集远程所有的斗木师傅来 他还特意弄矮的桌 叫那些斗木师傅 在矮桌上画图 那他站着一看 他就是一目了然 一眼就看穿 这个斗木师傅吴梁是杀人兇手 吴梁呢 现在的真装实居都细算 只好日日招供 原来吴梁 跟那间烂庙的看庙的和尚是好朋友来的 那个和尚是素来喜欢喝酒 吴梁呢也出名的酒鬼来的 那间烂庙只得和尚一个人而已 那晚 吴梁呢又来跟和尚喝酒 那个和尚喝喝喝喝喝到烂醉 两个人就无所不谈 吴梁就劝他 喂 你现在年纪就差不多了 孤零零一个 不如你收回徒弟 以后升天的时候 也有个徒弟做后事啊 那个和尚就说 现在人心难测 好难找个徒弟啊 以后到我老的时候 收完结果我又不怕 我呀 我存到一笔银两啊 到时是否找人来打齋超渡都够有得呢 哦,喂,那你又存到多少银两啊?多就不是很多,有二十多两白银,嘿嘿。 伍良一听,哇,有二十多两白银这么大份啊,他当堂就起了邪心,想偷银,他就假意劝和尚,喂,你这么多银两啊,你要收藏好啊,不要让人知道偷了去的,和尚是喝醉的,就聪明地说,嘿嘿嘿,谁偷得到啊,我啊,我收藏这地方没人知道的, 我告诉你听啊,我收藏在嘉南殿,嘉嘉南神的头壳顶上,嘿嘿,谁猜得到啊? 那个伍良财迷心脚,想着现在趁这个和尚喝醉酒,不如杀了他,没人猜到是自己做的,嘿,一个穷和尚死了,谁会有人来追究的啊? 伍良就顺手拿去斧头,照着和尚兜头就砍下去了,谁知道是斗木佬呢,砍木头就熟手,啊,杀人又是第一次嘛,一时守远,斩个和尚不死嘛,那个和尚呢,就死命抱着伍良, 伍良那时呢,就把心一环一,连几斩头就将和尚劈死了,那自己就搞到整身血了,放放张张就爬上神台, 左手就扶着家男神的肩头,右手呢,就摸银两,故此,就留下左手六只手指的手印在那里,那走得匆匆忙忙,又留了个蜜豆,啊,这些呢,都逃不过包公的眼光,头尾两天就破了案了, 包公就立即要补良画公,然后带上刑具收监落案,无辜受冤枉的审清呢,就当堂释放,包公用吩咐,发回十两银给他,等他回去养伤, 这件案呢,就是初出茅姆的包公第一次审案, 知道已经看出,这位包青天,才知过人又胆又识, 那包公了结了这段冤案,刚刚准备退堂, 突然,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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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我叔叔叫康天佑,是开囚断谱的,叔叔送了个珊瑚玉坠给我,是全家之宝来的,三年前不知为什么不见了,今天遇到这个人,我见他身上带着我那个珊瑚玉坠,小人就怕认错了,就问他借来看看是不是我的, 谁知道他开口就咬,还捉着小人,说小人拦路抢劫,请大人明察,那个四十岁出头的男人就说,小人姓吕名配,今天遇见这个年轻,他瞒不讲理,硬说小人腰间佩戴的珊瑚玉坠是他的,还要动手强抢,天降化日当街行空,求大老爷判断, 包公听完,就将个珊瑚玉坠拿过来看一看,果然是名贵之物,剔透玲珑光润无比,包公就问, 项别正,你说这个珊瑚玉坠是你的,但是又打在人家身上,你有什么识认坏你的,你从实招来,有半句虚假,本府就从严处置, 个年轻,你面都青了,大人,小人不敢要了,小人不敢要了,小人的欲罪呢,就是一两八钱重,人有相似,物有相同, 或者小人看错,小人自知有罪,我不敢问他借来看了,求大人开恩,包公就吩咐,叫包兄立刻拿个尼顶来, 请了一下,果然是一两八钱重,包公就没出声,跟着就问女配, 你的珊瑚玉坠有多重呢?大人,那个玉坠是好朋友送给我的,小人怎么会拿出来称呢?小人不知轻重, 而那个玉坠确实是小人之物,小人不敢欺骗大人,哦,是朋友送的? 嗯,你这个好朋友,声心名随呢?我的朋友叫皮虹,他是买卖马匹客商, 这里人人都认识他的,包公一听,皮虹?立刻就想起那天微服出访, 在酒馆见到一个饮酒的人,吩咐将两个人带下去等候处置,立刻传皮虹上堂, 包公就退堂,回到后院吃饭,吃完饭,吓咐的泥煲,皮虹全都啦,包公就立刻升堂, 拜皮虹上堂,皮虹就上堂跪低,大老爷在上,小人皮虹拜见大老爷, 皮虹,听闻你有个很矜贵的珊瑚玉坠,是吗?是,是,是,是小人三年前执到的,哦,执到的? 那你又没有将这个玉坠送给人呢?不敢不敢,因为执回来的小人怎么敢拿来送人呢? 现在仍然放在家中,包公听到这么说,就立刻传吕佩上堂, 吕佩,刚才问过皮虹,他说并没有送到个珊瑚玉坠给你嘛, 你说,你这个珊瑚玉坠怎么到你手上呢?你是偷来的啊,还是抢来的啊? 那个女配一惊就冲口而出,不是啊,不是啊,不是偷啊,是皮虹的老婆送给我的, 包公一听就知道灵有因有,女配,皮虹的老婆, 为什么会将这么矜贵的玉坠送给你?嗯? 女配就倒下头不敢出声,包公就吩咐, 跟我打他四十下嘴巴,两边牙翼,一声呼喊就来捉人了, 女配就惊得上来就快点供应, 原来他和皮虹的老婆,柳氏,是有一段奸情的, 柳氏呢,就偷偷地将这个珊瑚玉坠送给他, 皮虹呢,听到自己老婆和那个女配通奸, 连这个珊瑚玉坠都送给他,又生气又丑, 包公就立即传柳氏上堂, 谁知皮虹的老婆柳氏, 一上堂就什么都供出来, 他说自己的丈夫皮虹呢, 同另一个客商杨戴成的老婆通奸, 这个珊瑚玉坠呢, 就在杨戴成的老婆那儿拿来的, 皮虹呢,就一直交给柳氏收藏了两三年, 那个珊瑚玉坠就以为皮虹记得了, 就将这个珊瑚玉坠送给他的姦夫雷伴, 包公听完的心想, 小小一对珊瑚玉坠, 仁春这两对姦夫淫妇, 包公就吩咐, 即刻传杨戴成的老婆上堂, 牙翼领命而去, 忽然间又听得门外有人击鼓鸣冤, 真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包公吩咐将人带上堂, 原来是康必正的叔康天佑, 那康天佑呢, 听闻自己的侦, 因为要拿回珊瑚玉坠被人拉了上衙门, 就快点来拜见大老爷, 想求老爷放回侦侦出来, 这个康天佑一来, 又供出另一段案情来了, 自印在三年前, 那康天佑呢, 就托个朋友叫做杨大成, 去外地一间绸缎铺拿货, 那口港无憑, 就将这个珊瑚玉坠作为执政, 给了个杨大成拿去, 谁知过了几日都未见有货来的, 康天佑就亲意去那间绸缎铺问, 那老板说都未见过杨大成来的, 哦,那我珊瑚玉坠交了给她的了, 康天佑就立即去找杨大成啦, 有个女人披麻大孝出来说, 说她丈夫杨大成, 前两天急病死了啦, 都已经安葬好了, 哎, 那人都死了啦, 康天佑呢, 就没再提到珊瑚玉坠的事啦, 也不敢对人说, 现在的侄子就被人续续, 康天佑为了救侄侄子, 就只好将这件事都说出来, 就求大老爷放侄侄出来, 包公听完, 当堂心中明白, 吩咐大康天佑出去, 这吉业皮虹和那杨大成老婆上堂, 包公就问那女人, 你丈夫是什么病去世的呀? 我女人面色都变了, 不会讲话, 皮虹在旁边急出来就认了一句, 是心痛病发作死的, 包公一拍经堂目, 云长, 他丈夫心痛病死了, 你怎么知道的, 分明是因坚谋杀, 你两个快将如何谋害杨大成致死的实情, 重拾招来, 两旁亚热的齐声纳监, 快召功, 皮虹亦惊他上来, 就承认他和杨大成的老婆通奸, 这死都不认有谋杀杨大成之事, 嗯, 我知你为人狡猾, 我问你, 前几日在饭店饮酒, 因何你神态方将失魂落魄, 你究竟做了什么虚心之事? 那皮虹一听, 哎呀, 这个大老爷不这么厉害, 我个日在酒店饮酒的神情, 你还记得, 你回了几难骗他的, 包公见到皮虹一身猶疑未肯消功, 一拍经堂木, 人类大刑事后, 那帮牙翼就拿着甲军皮鞭, 成令山硬向就走到皮虹那里, 那皮虹就想着, 实在是没办法过骨的, 哎呀, 还早就死了, 不如认了他面受皮肉之苦, 他就只好招认, 原来他和杨大成的老婆通奸, 就怕着被杨大成知道, 两个商量好, 用酒灌追杨大成, 那皮虹就拿刀杀死了杨大成, 硬硬说他心痛病死, 草草埋葬了就了事, 又见到这个珊瑚玉醉那么美, 那皮虹就顺手拿回家, 谁知后来被他老婆偷了来, 又转送给女配, 就在这个小小山湖玉醉, 人出两罪奸夫, 淫妇一条人命案, 包公当堂就判案, 将杀人管, 喜红和杨大成老婆处死, 女配同柳氏, 各打五十大板, 赶回乡下, 玉醉就归还康家宿侄, 那包公一上任, 不过几日而已, 就判了两件杀人大案, 人人都传众, 说这个远官大老爷, 了事如神判案公道, 明星一刻下子就传开去, 有个好偏僻的小村庄, 那里有个白衣公叫做张老三, 他听闻远官大老爷, 能够主持公道有这么本事的, 即刻就起程来到明冤告状, 这个老白张老三, 为人性情耿直, 做事公道, 路见不平之事, 他挺身而出, 同人争辩, 又死都不认输, 是, 都要争辩个是非曲直, 咬到水落石出为止, 张老三就无疑无疑得一个人, 孤苦伶仃, 那他平日说话, 没人理他, 反而按他的名字叫做顶心惨, 这个顶心惨张老三, 本来就靠上山斩柴过日, 佳恩年纪大了, 担柴又担不了多少, 那那帮穷弟兄, 见到张老三为人终植, 就叫他来帮手称柴计数, 就分钱给他, 那便勉强道日, 那天, 张老三得贤无事, 忽然间想起, 三年前, 隔离村的赵大, 还欠一袋柴的柴钱, 一共四百文钱, 未找数的, 虽然数目有限, 这些都是一帮弟兄的血汗钱来的, 那赵大分明是赖帐, 今天得贤, 不如就去追回一笔数回来, 张老三就动了一只拐掌, 就去找赵大了, 这回张老三去找赵大, 就引出一段冤案来了, 那欲知后事如何呢? 请代下回分界了, 上回说到, 张老三去找赵大收购债, 这就引出一段迂回曲折的乌盆案, 原作者是想通过乌盆案, 赞扬包公为民申冤, 将老三落于助人的品格, 这些人夹杀一些因果报应鬼鬼神神的事, 这段故事既有精华, 亦有租魄, 各位听估计时, 得到青少年朋友, 请你们加以区别, 就行了, 现在就讲讲张老三了, 他动起拐掌就去找赵大, 看看, 这件房车换言一身, 本来是一间破破烂烂平房而已, 现在建了一间大屋, 难道他搬走了? 张老三又不敢去敲门, 又去问隔离轮舍, 才知道, 那赵大发财, 现在人人叫做赵大官人啊, 张老三一听, 啊, 又想不到那个烂身烂细, 臭骄拐骗的小人居然发了财哦, 既然发了财, 连我那四百文钱柴火钱都赖账的, 哎呀, 这样的人不抵他发财哦, 张老三一时夸起, 拿去拐掌, 动动动就动了几下门, 里边有人问, 谁说, 我, 我找赵大, 说没有那些规矩, 他有什么赵大赵义啊, 我一边讲一边开门, 张老三一看, 哼, 原来就是赵大, 以前难生难世, 以家, 哈, 以官华丽, 整个大阔老的格局啊, 赵大呢, 就知道张老三, 出名叫鼎心忏来的嘛, 就不多敢得罪他嘛, 就顺口说了他, 哎呀, 我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张三哥, 哎呀, 什么风吹来, 来来来来, 请进来坐下坐下坐下, 哎呀, 好了好了, 别这么好口啦, 你欠我的柴火钱, 给我起来啦, 哎呀, 小意思, 小意思的, 张三哥, 坐下先, 坐下先, 跟着有个女人, 打扮个古灵精怪, 茶枝当管的走过来, 这个就是赵大的老婆, 这个赵大呢, 以个小人得意, 难得张老三来到嘛, 就想演一下, 提都要带张老三进去里面坐下, 张老三是一心来收银的, 哪里看得起赵大呢, 只是无可奈何, 只好跟着美走进去, 赵大呢, 就带他去看完厅堂报纸, 还特意带张老三, 看他旁边的仓库, 里面呢, 摆满了钢颜, 沙布硬参盆盆盆盆盆盆盆, 那张老三坐下了一会儿, 赵大将四百文钱还给他, 张老三心中不愤怯, 啊, 难为你这么有钱, 在我面前卖笼, 欠四百文钱都三年, 一分利都不给的, 那张老三不抵就开口, 好了, 我走了, 你钱还了, 以后你就两家没交易, 不过我见你这么多, 江雅沙布硬参盆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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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 不怕挺耐用的,拿回洗米才对,张老三就选了这个污盘,然后就离开赵大墓棋, 在这里回到张老三住的地方有成三里路远,连路之人就走得慢,张老三就把污盘放在身上, 动着拐掌咳咳咳咳,走了一轮已经是夕阳西下,臭风阵阵寒风透骨, 凉凉穿过小树林,突然间一阵冷风吹离,张老三当堂打了个冷阵, 整身起了鸡皮,缩几条颈上缩腰带,谁知嘣一声, 身上的污盘就掉下地,真是打不烂啊,何止打不烂啊, 在地下沉沉转转了几个圈呢, 接着听到有人在身上,哎呀,撞着我要骨啦,哎呀,张老三望下, 又不见人啊,张老三一连累了三淡口水, 小来做菜,大吉利子,收回那屋盆就走啦,行了几步脚,又听到有人叫, 张伯伯,等我啊,张伯伯 凌转头看,哎呀,又不见人啊 张老三岁则已经几十岁人 赐亦别说不怕啊 急急脚移得怪,这就回到家 一路走一路想 哎呀,现在都没黑齐 白日见鬼,肯定是阎王爷怎么中我的了 哎呀,我都说不吃得多久了 回到家里,就关闭到门 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 我张老三想 我都几十岁人了 哎呀,挨穷就挨够了,死就死 哎呀,我都没想他这么多了 上床头一头先 刚刚躺下床上欠一阵 忍忍若若 又职到有人来着叫 张伯伯,张伯伯啊 我死得好冤枉啊 哦,张老三整个躲起身 哎呀,我真是过去睡啊 想避都避不脱的 现在连鬼都带回家来 知道这个张老三呢 是出名叫顶心忏啊 死牛一边颈啊 啊,竟然是冤鬼死前自己 避无可避 他也把心一挽 喂,我和你前世无冤 后世无首 我平时还没做过虚心事的 我不怕你啊 你到底想怎样啊 张伯伯啊 我求你帮我伸冤 张老三听到都敢说就坐回来 好啊,你有什么大冤情 你说起来 张伯伯啊 我叫做刘世昌 在苏州城外八宝乡居住的 家里有母亲 还有老婆和一个刚刚三岁的孩儿 我在外地做绸缎生意 我找到那些多银两 就想返回故乡一家团聚过好日子了 谁知那天因为天息太晚 就住在那个赵大屋里 哎呀,她两公婆建材起意 杀了我,拿了我的银两 将我的尸骨烧成灰尽 还混在泥沙那树 拿来整个瓦盘 张伯伯 现在我家中老母亲 做日夜要等我回来 老婆孩儿 变成孤儿寡妇 哎呀,我久存之下冤魂不息 求张伯伯你老人家 帮我包清天语告状 帮我尽愿报仇 说完就放声冲哟 声声冲又愿 避避避切切 凄凄凄凄 张老三亦忍不住路雷中横 哎呀,人世间有这么狠心之人的 照大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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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就不是那良善之人来的 我都想不到你竟然谣 做菜开命 做出如此相天害理之事 张老三的 张老三就是轻轻拍一拍一拍一拍乌 可怜那刘世昌死得那么冤枉 又恨召大,狼心狗跪,越冷越罗乱 四更天就爬起床出门,刚刚走着两步脚,又是倒回头 咦,不行,我就敢去无憑无居 那包公哪里肯信啊,要带上屋盘去才行 张老三捧起屋盘,抛了两下 喂喂,屋盘,你要跟我一起去作供才行 好啊好啊,那就多烦张伯伯带我去啦 张老三就劫着屋盘,动着拐掌锁在大门 就去定远远衙门告状 一走出门口,天中黑漫漫的寒风震震冷气逼人 啊,真是难为这位张老三,年纪老迈,从这个刘世昌飞亲飞故 只凭一点合意之心,拔沽风寒震冷气逼人 一步一步就熬到定远远城 那时还没天亮,衙门还没开门 张老三就缩着屋盘在门口等 哇,那他整身吕吕震震 好了,等到衙门开门了 张老三就捧着屋盘进去击鼓冥冤 那也就立即带他进公堂,报公就声唐审问情有 那张老三就将他召大家追债,拿了屋盘回来 屋盘扫冤情的事,由头到尾就说出来 说完呢,还将屋盘就放在公案下面 大老爷,你不信就请大老爷自己问一下屋盘 他就会供出来的了 报公听到这么说就半信半疑 见到张老三说得这么认真 报公就真是叫了一句屋盘 咦,没声没气的 屋盘 又没声 屋盘 报公连哀三声 那个屋盘就声没出 报公就望一眼的张老三 见他都已经几十岁人怒太隆忠 以为这个人是老猛董在胡言乱语 屋盘怎么会出声啊 算了算了,看他年纪这么大 别责怪他 报公就吩咐牙役 大张老三出去 那几个牙役都是大张老三出到门口 喂老家伙 老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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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对不起你 我都对你说过的嘛 叫你上公堂开枪的嘛 刚才你它声都不发 大老爷还以为我耍弄公堂 你这么搞 你害我坐牢也似的! 哎呀,张伯伯,不是我不出声啊! 刚才在衙门门口有门神手语, 凶神恶杀,不准冤魂进去的! 张伯伯,求你和包公大人说个情, 等守门神帮我进去啦! 哦,原来是这样啊! 没有啦,等我再进去啦! 喂喂,这次啊,你千万记住开口啊! 你再不出声,我以后都不理的啦! 多谢张伯伯,我一定开口啦! 那张老三游回回头,动动动动,大力跟着雷鼓! 我那班牙液一看,啊! 那又是你啊! 哎呀,你这四老鬼,你什么严命长啊! 刚刚算你,好彩放走你! 哎呀,你还不知死又回来啊! 那张老三呢! 就像我乌盘讲话有门神守着,冤魂不入得公堂的事说出来! 要求包大人想个办法,放冤魂进去告状! 那些牙液听到他讲得这么认真! 又回去报给包公知了! 包公听到这么说,就无出声! 拿起筆,在堂上就写了几个字, 吩咐牙液拿出大门口去烧了一张纸, 然后就带张老三进来! 那张老三来到公堂之上跪下, 然后就把沙盘放在地上! 包公就说啊! 盘远已经烧止, 请门神帮冤魂进来告状! 这一回, 乌盘会讲话了吧? 大人啊,肯会讲啊! 好! 左右听语, 听语, 乌盘讲的什么? 公堂之上, 即是正英英, 个个伸长耳朵来听乌盘讲话! 包公就问, 乌盘, 你有何冤情从实港来? 哪里有什么圣人啊? 包公连问三次, 乌盘, 你究竟有何冤情? 乌盘, 你到底有何冤情? 那只乌盘, 乌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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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盘, 乌盘, 乌盘 印尽, 靠你才能够伸冤 张伯伯 不是我不说话 只是我刚才赤身路看 所以见到 圣主就不敢开口 求张伯伯 你再帮我一次 张伯伯 你再帮我一次 什么话 还要我 回到衙门里面 我现在 已经得罪了包公 被他打了十大板 痛到入 心得了半条人命 再进去 我再被他打了五十大板 我还有得静 到时你帮我回家 不客气 我不管 你别害我 乌盆听到张老三 说我不管 又哭了出来 要求 张伯伯 你不肯为我伸冤 那我就冤沉海底 家中年迈的母亲 孤儿寡苦 怎么过日子啊 我已经死得冤枉 现在一家多厚 不用多久 也会变成全下冤枉了 那张老三 虽然硬 只为人心肯为人心肯最远 听到冤鬼一哭 他心想 哎呀 世态严 凉凉 衙门可怕 如果我不肯出头 那哪里还会有人为他伸冤啊 加上张老三呢 是一条顶心肠来的嘛 刚才被包公打十大板 心中又不愤怯啊 你个包公啊 还说包青天 我为人心肯无端白事 给你打十大板 你分明是错打好人 我都几十岁人了 又无牵无挂 我就判一条老命出来 谁都要为个冤鬼心怨 好日子张老三 他执回你的乌盘 咳咳咳咳咳又返回到衙门 痛痛痛痛痛痛 又是击鼓明冤 过番牙翼一看 哎呀又是这个老家婆 回来就大声一吵 喂 你胡闹公堂已经两次了 刚刚打完十大板 赶了你 阿尔监你又回来 你想死啊你 张老三就大声叫 我我要告状 你告什么状啊你 你来胡闻 走 我要告包公 那帮牙翼一听 什么玩意 要告远官大老爷包公 从来都是大老爷审犯的 什么时候听过小小老百姓 要来衙门告远官大老爷的 这个白爷公当然发疯了 这个顶心惨张老三告包公 告不告得成呢 欲知后事如何 请待下回分解了 能外太抗拒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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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能做财 aan